五月的天气变化无常 五天前看天气预报没有风雨 可临到今天早晨九点 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事 由于天音集合地点的公园 陈恋人不多 报名参加徒步行的人基本来齐了 上午十点钟徒步行开始 两位准备参加万锦市议员竞选的 蔡先生和刘先生 也加入了我们的徒步行队伍 尽管天有些音 但是至始至终没有下雨 只是风有一些大 大家绕着公园的环形道路 走了整整一周 边走边谈 真是兴趣盎然啊 回到终点以后 大家合影留念 李栋会长去Tim Houghton's 给我们买来了新鲜的咖啡和点心 大家边吃边聊 弹性浓厚 欢笑声此起彼伏 一直到十二点多钟 大家才打到恢复 在疫情下又度过了一个欢乐的时光 我们下温度过了一个这样子 请我们下温度 为宝宝 感谢观看